我们可梦的这个体系 我们希望我们自诩可以成为一位生活风格家 你要喜欢艺术 你要喜欢懂得欣赏音乐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交朋友 喜欢交朋友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跟人接触 这个主题是展现自我 所以他们要必须运用它十个月以来的所学 在模特儿的头发上做创作 然后展现自己的个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以前可能就是比较是被人服务的对象 对 那现在是服务别人 那我觉得这些差异非常大 那当然是从中也学到 就是可能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些想法 我刚来的时候会蛮不习惯 因为我觉得这边一切都很慢 就是慢到我觉得 甚至刚开始会觉得有点烦 对 然后后来就是慢慢观察 我觉得这边好像都会慢慢去体验 就是每个细节 对 然后他们会去享受这当下的感觉 那这是我过去可能 比较没有去理会到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需要像家长一样 给他们付出关爱 但有时候更需要像爸爸一样 一样的严肃 那最重要的是要去发掘他们 每一个人的特质跟优点 那并且去加强的鼓励他们 好像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可能每一个人或是 大家都在告诉你 你要找到你自己 你要用你自己的个性啊 你要用你自己的组件 对 那偏偏这方面其实 我觉得我是蛮弱的 可能之前也是做的事情 可能比较琐碎一点 那你会觉得把事情都复杂化 对 那变成说我希望就是把一些事情 就是越简单越明了 对啊 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其实还蛮不知道怎么做的 因为你从来不会想到 去想自己是什么个性 因为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过 对 那时候想要走美法这个行业 我大概想了有三四年有吧 那想了三四年以后 因为慢慢的年纪到了一定 那时候比较思考的是 如果再不做就没有机会了 看到他们的那个 脸上呈现那个成就感 我就可以感觉到 毕业制作师让他们就是 会有不一样的潜能激发的感觉 就是我会希望跟现在当下的自己 就是当我想做的时候 我就会就是永远跟当下这个自己 说就是不要忘 就是不要放弃做梦 在这十个月里面 我每天早上的起来 我是就像人家讲的 因为梦想而起床 对 当然我觉得这有点比较浮夸 但是我是开心的 对 因为我想 我就是想要动手 对 我就是很享受那个过程 说真的我觉得 我对自己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就是也还在就是摸索中 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固定 是某一个样的 对 那其实 再次在作品上 其实我会希望就是 它是有点冲突的 对 所以等于是说 就是我是用两个 一个比较算是冷色调的配方 然后跟比较浓一点配方 去做一个搭配 我抓了一个重点就是 我的个性是比较多变的 喜欢尝试的 所以在这次主题上面 我就以染法为重点 因为染法的颜色是比较多变的 但是在剪裁方面就是 比较经典的包脖头 在保守中再多求一点点的变化 一开始也有看很多图片 然后去找说哪个是 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对 那越找越多 我就感觉发型就整个没有一个正确的形状出来 所以我才会用个比较简单干净的 零度的线条去呈现 不要说创作好了 一般我们设计是在帮客人服务 我觉得节奏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一个顺畅的节奏 好的话是给客人很舒服的东西 很多学生都说在实习沙龙的时候呢 就会好像打通任督二脉 然后功力大增的感觉 但我们更希望的是 他可以学习到就是带人处事的方式 还有一些生活美学 其实如果可以带着可梦人的温暖 离开这里 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大家尢尿记 吃火营 那么 或许你很不voorbeeld 哪儿 apoy着的话 我们唉 guaranteed